你有看過馬英九生氣嗎 你有看過馬英九發抖嗎 5月份的時候 馬英九氣到發抖 為什麼那麼生氣 氣的就是一個人 王金平 是 立剛 我今天下午特別去問了一個 資深的國民黨立委 得到了有關於這方面的消息 是馬英九是真的在5 6月的時候 有氣到發抖這一回事嗎 他當眾承認有 因為不只是我一個 還有媒體界 還有其他的立委 包括藍綠的 那位立委說確實是有 那大家就問說為什麼 氣什麼 他說法案該過都不會過 或者是都拖時間 所以他把這些法案過不了 全部都怪在王金平身上了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他的時間有限 他是不是只剩下兩年多 而且接下來馬上是2014要選舉 2016要選舉對不對 所以這個法案的通過 是有時效期限的 可是立法委也有任期的問題 沒有錯 但是他有執政上 到底有沒有兌現支票的問題 以及他和國外之間 各種協定能不能推動問題 還有他所謂的歷史定位的問題 如果這些每一種拖一項 每一種拖一項 到時候都交不出來 就變成是他跳票 因為跳票是跳到誰頭上 是跳到他頭上 所以這是真實的第一項 他是真的氣得發抖 好 第二個重要報告是說 剛才我們前面很多前面的討論 不是黃世民進到總統府裡面 總統官邸裡面去報告 照理說他們的討論 應該只有兩個人知道 對不對 在外面車上那個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他只是負責載他到總統官邸而已 可是很奇怪的是 討論完以後 只應該兩個人知道 竟然有了第三個人知道 你是說在官邸裡面還有別人存在 不知道 是在車上的過程 還是回去的過程 還是又有別的監禁系統的過程 在黃世民身上自己不知道 這沒有人知道 可是王精平卻知道了 為什麼是這樣呢 你的意思是說 王精平已經知道 黃世民跑去面報這件事情了 對 好 這裡面有一個 令人最勁爆的事是這樣的 這是我剛好在錄影前 在確認得知的是 他原本要出國時間 不是那一天 而是往後一一天 不是他 王精平出國去馬來西亞那一天 結果他提前那一天 出國了 好 那他事情就報告的時候 馬英九並不知道 他是要嫁女兒 他只是知道他要出國 他沒有講要嫁女兒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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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有其他節目說 恭喜恭喜啊 什麼那些 你快做阿公那些 那是不對的 好 但是他知道他要出國 可是呢 王精平據說是來探探看 馬英九這個反應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因為他已經得到情報了 所以呢 他探了以後覺得說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他又擔心有問題 於是他提前的一天走 好 提前一天走之後 有了後面發生的事情 這裡面最令人覺得毛骨悚然的是 我們前面不是說了很多的所謂竊聽或監聽嗎 對 好 結果不是單方了 另一方也知道這邊 你的意思是說王精平也找了人在竊聽嗎 這就是令人覺得非常匪夷所知和毛骨悚然的地方 那也表示說總統即使在官邸裡面 可是他還是有一些料非要會私底下 去告訴王精平 馬英九在幹什麼了嗎 好 所以你說了最重要的事情來了 他會氣得發抖的過程裡面就是說 總是這邊要做什麼 那邊似乎就知道 或者是那邊本來應該怎麼配合 這邊做出什麼上班推演的時候 在很多法案的時候 那邊就會知道 所以這個來來往往的過程裡面 這一拖拖了最近的這個將近兩年的時間 就讓馬英九覺得說 這裡面有非常大的問題了 於是不得不從另外的角度來著手 好 這是這個氣得發抖裡面的 幾個重要的爆點和故事 好 那在最近就有新的發展 有的新的發展是說 等到王精平這個被撤銷黨籍以後 就產生了另外一個從民眾上來的 倒馬蜂巢 你注意看 王精平是不是表面上都還是有消息息的 對 王精平本人是消息息的 而且都沒有罵馬 可是所有罵馬的呢 都從南部那邊來 南部 雲 嘉 南 高 平 總共大概有一百四十個行政區左右 這一百四十個行政區 當然火氣最大了 是陸竹嘛 所以陸竹有一個黃姓的里長 他就說我們陸竹 這個地方以前叫陸竹鄉 現在呢 這二十個村 也就現在二十個里 全部的里長都會退了 都不會再有國民黨籍的 那擺很多就民進黨籍了嘛 這一隊人全部退出國民黨 那當然是因為王精平是陸竹人 所以那個地方的火當然會比較旺一點 就好像他的辦公室主任會哭一樣 那其他呢 越是沒有國民黨籍 你看南部黨部的玻璃都被砸破了 那是屏東地區 那是屏東地區 這屏東地區 氣氛到這個樣子 農會的理事長去砸了 好 這些都是挺王精平的嗎 這些是挺王精平的 特別是農會系統 那他們對馬英九怎麼評論 那不得了 他們說 台打了一個電話給我 從台那邊打電話給我 他說 我跟你講 你不要替馬英九講話 沒有 你不用再回來算了 我跟你說 所以 老公說 媽的 我這邊是沒要再放他算了 好 這下也表示說 那整個群情是從南部延燒上來的 但是不是整個南部也不全來 因為有南偉所在的地方 基本上是比較平靜的 還有有很多照顧比較細心的黨工地方 也是屬於比較平靜的 但是的確有幾錯幾錯的人 醞釀是要去退黨 或者是要去倒馬 好 這裡面其實我認為 比較需要擔心的是網站 網站有一個說 馬英九是不是這樣做是違法亂計的 是不是胡作非為的 結果按同意的 現在居然已經累積到六萬多人 速度這麼快 而且才兩天而已 我覺得網站的延燒速度是值得注意的 因為它很可能引起整個網民的效應 所以如果回答不小心的話 網站那邊才可能會引起更大的風暴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進入我們新聞龍捲風的政治颱風眼 因為這一場的政治鬥爭 在昨天整個延燒開來之後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未來 整個台灣政局將會如何的變化 要說到這政局如何的變化 我們當然就要請到李敖大師了 因為李敖大師對於整個國勢 會有一番獨特的見解 而在今天我們這一段的專訪當中 就會由他獨特的見解中 來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 未來台灣的政治會如何的走向 而現在國民黨的內鬥 將會如何的變化 歡迎李敖大師 歡迎您 歡迎您來到我們電視台 謝謝 被歡迎 謝謝 謝謝 好 請坐 那我們就來正式的聊一聊政治了 好的 我又知天文又知地理 什麼話 都可以看 好 那我們先來聊起呢 就是這個總統府副明書長 诶 羅志強 下台咧 馬英九是不是故意打自己的小孩 要來把整件事情 給它圓過來 政治學生老套嘛 你記得當年 蔣介石派杜宇明將軍 非法把龍云的部隊繳戒 嗯 龍云到了南京告狀 說你的軍人怎麼隨便 就把我軍隊繳戒呢 蔣介石說車支 把杜宇明撤職 撤職以後 給你看 過兩天又升官了 老套 你說做的是假象 當然老套嘛 那也就是說這個羅志強 他今天下午宣布的辞職 只是一個假象嗎 緩衝一下嘛 嗯 因為他最近替馬英九發言 也招了很多人怨 嗯 所以稍微緩衝一下 嗯 那羅志強他未來的整個變數來說的話 他只是其中的一個棋子嘛 都是棋子 但整個政局的整個變化情節當中 連王院長都說自己是棋子 和別人當然都是棋子 王院長也覺得自己是棋子啊 今天你們發表談話 他有種感慨嘛 人生如期嘛 嗯 但是之前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在揣測 這金小刀背後在操盤 大師您覺得呢 我跟金小刀有私交 嗯 尤其馬英九剛當選的時候 金小刀不肯入閣 是不是 不肯做官 是不是 去香港交出 是不是 嗯 他前後請我吃了三次飯 嗯 最后一次就跟我談了一些情況 告訴你一個秘密好了 我就問他 他請你吃飯呢 在楊文山 中國大飯店請我吃飯 我就問金小刀 我说 你看馬英九會不會搞政治 金小刀說 馬英九才會搞政治 第一 他完全不考慮 有外省族群的感覺 來贏的基本票 你都不理 嗯 為什麼 反正你們會投我吧 那他等於說是 跳脫出那個層級了嗎 我怎麼樣對待你們 你們都會投我 你們走投無路 所以馬英九就要爭取 綠營 尤其中間勢力的 對他的好感 嗯 他的當選是 很會搞政治的 所以你認為說 他在幾次的選舉 都無往不利之下 其實最重要就是 他也抓到了 比較淺綠的人群了嘛 是 是沒錯 嗯 他尤其能抓到 47%的 婦女票 你不要忘記啊 他的前兩張 女孩子喜歡 婦女喜歡 所以投他很多票 嗯 不過後來有些婦女們 不肯投他票了 原因是八個大字 就是求婚不遂 憤而行修 確實有 可是金普聰 他私底下跟您吃個飯 聊了這些東西嗎 還聊了些什麼 他還談到了 我的出處 開玩笑談過 嗯 我說是 監察院長還不錯了 嗯 第一個我的談和 馬英九 嗯 他笑 他笑嘛 我就敢了 為什麼不敢 那這金普聰 表示他在後面操刀嘛 當然 他想要你做監察院長 我看不是 不是想 是聊天嘛 不才跟我私人 蠻有交情的 嗯 他這樣子 可是這一次的整個局啊 現在發展成這樣 全台灣的觀眾 全台灣的民眾 都非常關心 本來對政治都已經冷感了 現在突然之間熱起來了 那但是這樣的操盤時間點 大師你覺得恰當嗎 他不是恰當 他是製造的事件嘛 嗯 他跟共產黨不一樣 共產黨等待事件出來以後 利用這個機會 他不製造事件 等事件起來以後 他搶帽子 嗯 共產黨很笨 他會製造事件 嗯 製造了以後呢 受不了攤子 目前這樣子 那你認為就 這件事情上面來說 就是馬英九 他自己在製造這個時間點 他想要在這個時間點 讓整件事情爆發的 他也想用緩和的方法來處理 啊 可是他先處理不了了 今天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 我講句公道話 今天我看到 我的老同學 李遠哲講話 說馬英九太狠了 嗯 有人講馬英九 說他無情 有人講他過河拆桥 有人講他如何如何 都不重要 政治人物 有任何表現都不重要 重要 是什麼力量 是他有這個權力 因為他有這個黨 這個黨 黨主席 現場押政 就可以開出 國會的議長 嗯 為什麼有這個權力 因為他不是民主國家政黨 等一下 我們不是民主國家嗎 不是 怎麼說 當然不是啊 為什麼 因為民主國家 從而言說不是啊 我們叫政黨政治啊 政黨政治的話 這個政黨要是個民主國家的政黨 像美國式的政黨 台灣不是啊 台灣是獨裁國家政黨 列寧式的 跟共產黨學的 當時有一個機會 就是我們言巴巴的 希望有一個在野黨出現 所以民進黨成立的時候 民進黨應該走美國路線 成立一個政黨 所以大師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國家說是民主國家 但是在政黨裡面的管理上面來說 不是民主國家的政黨管理了 民進黨 國民黨黨中央 我有黨中央 你有中常委 我有中常委 你有黨主席 我有黨主席 你能黨籍出分 我黨籍出分 這完全是獨裁國家政黨 獨裁國家政黨 怎麼能夠開出民主國家的花呢 所以民主的 台灣民主是假的 今天我要提醒大家這一點 民主是假的 政黨是獨裁國家政黨 不能夠創造出 民主國家的政治局面 所以我們司法是有問題的 所以今天說 王金平官說很正常 因為你司法不合理 所以他發生了這種 所謂官說的現象 我們要考慮到這一點 關鍵在這個地方 大家咋要大吃大悟 我們觀念 馬鹽九怎麼有這個權力 不在乎他是不是狠心 他這個權力哪來的 因為他還享受了 國民黨的這個 獨裁國家的政黨 我跟你講啊 小老弟啊 沒有國民黨 國民黨在1919年成立以後 被蔣介石吃掉了 老的黨員像居正都被帶咬料 老國民黨被消滅了 到台灣來的是蔣家黨 是蔣介石這家的黨 所以 跟蔣介石死了 你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到了現在這麼幾十年 都沒有做任何的改變嗎 有改變啊 內部改變啊 他的爸爸做總統 兒子做行政院長 這不是跟皇帝有什麼不同啊 嗯 他是血清血緣關係 在床上 我是爸爸生出來兒子 那但是我問您啊 大師 馬英九大家都說清廉 清廉兩個字就是馬英九 最重要的這兩個字 他清廉的屁怎麼清廉呢 但國民黨有沒有因為他變清廉啊 搞屎啊 國民黨講得很清楚 馬英九說 黨傳我要處理掉 宣布用德國模式無事 陳垂平也說用德國模式來解決 國民黨黨產 有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你不是都處理掉了 沒有處理掉啊 被他賣了 對啊 賣掉了 錢哪裡啊 錢沒有不見了 哎對啊 錢哦 賣了要 我跟講 選個總統要150億你知道吧 選總統150億 馬英九的財產申報 今年比去年還多 去年比前年還多 表示說選總統他沒花錢 如果你清廉沒有花錢 這個錢誰花的 好 那如果 是國民黨花的錢 大師 國民黨是個A钱政黨 一萬一九清廉什麼呢 大師 絕對是假的 如果馬英九 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不清廉的話 但是929 國民黨的全代會 聽說四大家族 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做了個手板 連戰家族 吳伯雄家族 好隆斌家族跟朱立倫家族 聽說他們要聯合起來 反咧 有這可能性嗎 可是929 這個全代會裡面 您覺得 不會有翻盤的機會了嗎 不可能是 這些人哪里是翻一翻的人 翻盤有那個氣魄 打天下的 搶天下的 騙天下的 要是氣魄 他們都沒有 他們缺乏氣魄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 整個態勢來說 未來不是由朱立倫 跟好隆斌的 要搶天下了嗎 都不肯 不夠看的 沒有氣魄 他們怎麼搶得下去啊 他們第幾代了 第一代的人革命的 共產黨為什麼把國民黨打敗 就是 國民黨比共產黨倍分高 他的國民黨 共產黨第二代 第一代 打他第二代 第二代就腐化了 第三代更腐化了 他們是第幾代了 第四代 第五代了 跟我沒有力量 所以您覺得這個 這裡面只有一個例外 就是宋楚瑜 他能夠自己爬起來 出自宮廷 但是宋楚瑜好像都沒坑深 他現在政治台面沒有嘛 他是在等著 隔岸管虎鬥嗎 也不是啊 他原來有47席的立法委員 親民黨 被他跟國民黨繳在一起的 這是宋楚瑜的一個錯誤 不應該繳在一起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宋王有沒有可能合起來 合體 目前沒有必要 我所說王有機會 在過去 大家覺得國民黨是這麼一個政黨 我們要取代他 有一次幾乎成功 就是新黨 新黨如日中天 垮掉了 然後親民黨 在立法院抢到47席 那時候也是如日中天 所以今天王金平 今天能夠趁這個機會 做黨 他有機會 那您覺得他有機會 什麼樣的機會 他是跳出來了嗎 他現在還是說 我是國民黨的永久黨員 他現在還是一種 許新年也講的話 許新年也講的話 許新年就此生常為 國民黨黨員 也講過 這話就空話 不算 所以您覺得王金平有可能會跳出來嗎 王金平自己沒有這個意願 可是別人壓他的時候 他可能有 你覺得 他比較被動 那有 人家一般來說有三種可能 台聯 民進黨 留在黨內 這三種可能 那沒有出息 王金平應該集合這三個黨四個黨的力量 跟他一起玩 譬如說現在我們不要談政黨 所以你覺得他不可能 天到台聯合民進黨 我舉個例子 王金平現在不談他的黨 他說我們聯合起來 罷免馬英九 以這個號召 各黨都可以 在這個號召之下 群眾也會接受 這樣就會成功 他說得自己搞一個黨 不一定 勢力大 可是主題出來了 罷免馬英九 但是昨天的事情 這樣子吵得沸沸揚 今天看起來 王金平他好像 倒是沉澱下來了 他始終是這樣子 他做得比較緩慢 所以您覺得 那個醞釀時間會多久 不能太久 他的話這個力量會散掉 如果到了年底 我看這力量 大概就瓦解掉了吧 要跟著選舉走 選舉走的話 糟了 選舉要明年 明年 現在有好的主題 罷免馬英九 是好的主題 我對國民黨 不是我不幹的 你不要我 但你覺得現在 此時此刻 如果政治議題 再發燒下去的話 王金平真的跳起來 號召罷免馬英九 有可能嗎 我想王金平自己不可能 可是時來運轉 大家給他壓力以後 戴敵港這些人都說 宣傳應該這樣做 他可能就幹 所以要有一群人在呼應之下 山風點火 他才有可能起來 鼓動風潮 所以他不是那個主動會帶頭出來打殺的人 他是個被黃袍加深的人 黃袍準備好了 他也接受 但是你看到了機場 後面站了這麼多的立法委員 這麼多的群眾支持他 你覺得這樣的力量夠不夠 他沒有聚合 沒有主題嘛 這個主題歡迎他嘛 現在有了 他覺得委屈啊 還不夠 說服現在委屈 這不夠了 現在我們要有一個 真的基地的原因 基地原因就是 馬英九我們不要 我們受夠了 人家幹了五年了 這個人沒有希望了 前途有限 後患無雄 我們把它拉下來 今天我們選擇這個主題 就是 罷免馬英九 全民共識 黃金平 登高一虎 但是大師啊 要罷免馬英九不容易吧 尤其立法院那一關要過 簡直比登天還難吧 我也不是 也不是 那武昌手藝的時候 沒人敢放第一槍啊 熊炳坤 登 開了第一槍 就成功了 表面上看 不會成功啊 可是結果有人開槍 就成功了 所以大師您覺得 只要有人敢開槍 這一炮打下去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成功了 就有機會成功了 黃金平有這個人員 他能不能把它集合起來 要看他的態度 我認為今天我們要談 那個重要主題 就是說 我們要記憶這一面呢 什麼叫記憶這一面 說馬英九狠心 說馬英九無情 沒有意義 說黃金平可憐 黃金平委屈 也沒有意義 就是說 這個局面我們要打破 為什麼打破 因為台灣民主是假的 台灣政黨是假的 並且是 共產黨 但總統不是都民選出來 所以我們要轉變啊 真的是台灣走民主的路 真正走這路 黃金平可能會 有機會帶隊 因為今天有個好的缺口 如果我們今天不就這個機會 可是馬英九不是 走這個方向 可是馬英九不是 全民投票選出來的 民選總統嗎 但是五年以前啊 五年以前不算 不算啊 這麼幾年下來變直了 當然變啊 你覺得他心態上變了嗎 第一個 他臉先垮下來了 你看馬英九 兩眼無神了 他精氣神都沒有了 你看他 你看他這次又再次連任 2012又投票 又高票當選了 沒有 高票也沒用啊 趕不上 趕不上呢 五年以前了 大師 那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他這次連任了 他沒有壓力了 他是不是準備要清算掉那些 不他 不合他意的人了 他現在 這就是 這他們四大家族 對他沒有辦法的地方 死豬不怕開水燙 你怎麼燙我 我也死了 他現在反正 我到了黨主席 反正我總統任期 還有三年 所以他不在乎 可是他問題是 現在不把他趕下來 他很討厭 他很討厭 我覺得我們太痛苦了 那他這四大家族 他會不會再來 一一清算鬥爭啊 連戰已經變成容易 這四個人就聽話了要死嘛 好劳賓跟朱立雲這次也不敢吭聲嘛 他們不想宋主席有志氣 他們的感動嗎 沒人感動啊 畢竟幕後很狹窄嘛 他們良神門幹什麼 就希望台北市長嘛 連戰連這次 APEC特使都被換掉 換成蕭萬場啦 當然要換他 因為搶他風頭嘛 搶風頭啦 他搶馬英九 在大陸的代理權嘛 不可以的 他不可以搶馬英九風頭 因為是榮譽主席了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這次把連戰給換掉 APEC的特使 沒什麼錯 主要是因為馬英九自己想去嗎 當然不是 至少換一個聽話的嘛 連戰他自己老大 他的馬英九老师 又是馬英九上司 所以他跟公匪的關係又好 所以他就很神奇 這個是供人忌諱的 不可以這樣搞 連戰不對 就功高震主了嗎 不錯 算是這樣子 但我再問了您 這件事情整個爆發到現在 王金平說馬英九違憲 馬英九也說王金平這樣做法是違法 兩個人你看起來 究竟誰對還誰錯 從這個條件來看 都有問題 為什麼呢 王金平我認為 他應該坦白說 我是官說 你是官說 沒關係 你聽我講完 為什麼要官說 因為官說的目的 那您在令人待過 您覺得他是不是官說 我認為他是官說 他就是官說 可是他沒有惡意的 就是 為了把民進黨的黨鞭 安撫住 做了好朋友 有利益交換條件 然後我的條件 你會跟我走 交換條件 我給你私人式問題 幫你解決 我大的目標 對國際民生有幫助的 你會配合我 何樂而不為 王金平成功了 可是用錄音的方法 非法錄音的方法 這個在不合乎程序爭議 根本無效的 既然信是真的 既是真的 你的證據力 不能達不出來 因為非法的 所以大師 您的意思就是說 馬英九 錯在監聽 他如果不用監聽 這個方法 他用別的方法 可能這伎倆 就比較高招了嗎 不錯 可能那是無效 因為不會這種爆炸力的 我跟你講 法律程序正義 很重要 我舉個例子 按照我們憲法第八條 你不用法律程序 來抓我的時候 抓人民的時候 人民得拒絕之 我可以拒絕你 嗯 結果門一開 四個大漢 每個人加在一起 七百磅 嗯 你怎麼拒絕他 拒絕不了了 被抓走了 對 所以程序正義 憲法第八條 保障你的 得拒絕之 你拒絕不了 嗯 所以今天就發生這個情形 你怎麼可以用 不合乎程序正義方法 露我的音 來說我 關說 可是 他是立法院院長 耶 院長關說這件事情 那你就您個人覺得 該不該換掉 正式上面 關說沒什麼了不起 我是為了 犧牲小的 小的 換取我大我的利益 犧牲小我 換取大我的利益 怎麼不可以啊 那大我是 對我的國家 對我的人民有好處的 嗯 因為你們民進黨導彈嘛 卡位 我讓你 把你擺平 然後幫我忙 怎麼不可以啊 嗯 王靖平可以 堂而皇之地說 我關說 可不如是為了我私人利益 不如我為了有愛於 柯建平 而是為了我們 國家的 立法程序 法案 法案 當時有700多個法案 沒過關啊 對 為什麼不可以 他可以坦然承認嘛 但是如 如果他 幫賴肅儒關說 那您覺得可不可以 賴肅儒啊 賴肅儒 如果他是不是 也幫賴肅儒關說的話呢 看情況 看什麼情況 如果賴肅儒是個冤獄 嗯 那我可能 我才關說 沒有錯啊 為什麼關說 因為法令之章 到此一多有啊 這老子的話 法律不對嘛 嗯 人民怎麼樣可以鬆懈呢 過去辦法就磕頭 青天大老爺 你開恩 現在什麼辦法呢 給你紅包 透過關係 給你壓力 人民要取得自由 要付很多代價呢 這個代價 就不能文文了 嗯 你說你這麼 第三下四啊 嗯 但是您說到人民關說 可是院長可以關說 我們小老百姓都不能關說 小老百姓找院長來關說 有本領嗎 你打得相信嗎 不可能 我打給他 他不會理我的 對了 所以有關說 這樣不就不公平了嗎 當然不公平 是啊 政治是不公平的 嗯 沒有錯了 是不公平的 嗯 你們別以為他公平 並不公平啊 但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這是空話 這是空話啊 講了話的人 我請問你 襄陽 懲罰王子沒有啊 懲罰王子的老師耶 嗯 你沒有教好學生 打老師 沒有打學生啊 對 學生是王子啊 嗯 我們這話 怎麼可以 相信這空話 我們都被空話騙了 台灣民主政治 政黨政治 司法清明 關說不對 都是錯的 嗯 大師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被監聽過 當然有 有哦 我還在被錄音過 被我抓到過那個 書架頂上放了那個 就bug 就那個 電池的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 他以前就是的 但他沒有現在設備好嘛 嗯 那這點你書架上面 都給你放監聽器啊 然後噴霧器 噴好 你都不曉得 上面沒有手印的 嗯 什麼時候裝上去 你也不知道 嗯 那你有沒有抓到 是誰放的 我當然抓到了啊 我本天回来检查嘛 一張天就發現了 是誰放的那個東西啊 警衛總司令部 哎呦 警總啊 那老早你等於就被監聽在 多久前了 這話就30年前了 嗯 我坐牢的時候 是45歲坐牢嘛 35歲坐牢 所以你等於 現在我都78歲了 所以你等於被老蔣監聽了 嗯 那高台我老蔣在 去找一小蔣幹的事 所以您在當時也受到那監聽之害嘛 可以這樣講嘛 嗯 可以這樣講 所以問題問題我們怕監聽啊 我們也可以透過監聽 修別的騙他嘛 但是 但是 大使 您說到這一點喔 官說這個部分 但是馬英九就完全不能容忍 官說 他對於王金平這件事情 他非常不能容忍 他忍了七天耶 最後他還是受不了 動不住啊 他決定要自己開記者會 他不能關 根本關說無關嘛 他找王金平的罪名嘛 把他拉下嘛 嗯 一直等 等這個罪名嘛 知道這個罪名 提出來了 馬英九 難過 高興的要死啊 這麼難過 你是說喜劇而泣嗎 沒有 沒有 就是可以說 高興的要死 找到個罪名 啊 官說是不對的 大家都知道 官說不對的 嗯 今天我一定要告訴你 官說是可以的 嗯 王金平是可以關說的 嗯 王金平不要在這方面 多所招募 過分否認 因為 那個錄音的部分 你可能是關說 嗯 可是我是為了 國家來關說 沒有錯 我們 你肯偉大 很了不起 嗯 可以承認關說 欸 但是 大士 您說到關說 王院長他為的是關說 讓一些大的法案能夠通過 但是這幾年來 這麼多的法案 還擱置在立法院裡面 沒有錯 沒有錯 那您覺得王院長 他做得好嗎 問題就是 台灣民主是假的嘛 我不跟你講了嗎 他如果英國是民主 真的 我首相 帶著我的葛元 到議會裡面 跟你們交手 欸 對 現在台灣的 每個黨的黨主席 都藏在後面 嗯 看到沒有 所有的葛元坐在台上 他不要跟立法委員 混在一起 他內閣是假的 台灣民主是假的嘛 所以你覺得說 在整個議場上面的 這些法案 過不了的最重要原因呢 就是別人 你的官吏根本在台上嘛 你沒有下面 真的沒有跟大家和諧嘛 你的下面 因為黨主席 沒去大家互相戳磨一下 所以法案永遠過不了 所以嘛 你不能這樣 短命相接嘛 嗯 明朝人說 殺人如草不溫生 為什麼 遐向短命相接處 改在香港裡面 我跟你 短命相接 殺人如草不溫生 那大師 那您之前也做過立法委員 岂不是你也當過這不民主時代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用碰瓦斯呢 我用碰瓦斯呢 把你們全趕走嘛 是啊 就是跟你們講不通嘛 嗯 老子們選立法委員 跟你票一樣多啊 嗯 全進了以後 權力比你少 你們黨團投票 密室協商 密室協商 我去參觀過一次 王金平坐在那裡 像大老爺一樣 太生意 那不就王金平他幹的嗎 就是幹的嗎 嗯 所以就這樣子啊 你去你以後才發現 原來是蔡市場啊 所以真正的立法委員 滿屋子都是一件 立法委員想要去了解 整個法案之後 他想要真正的 舉手表達意見之後 結果最後都是被黨團協商 密室協商給戳掉 不是我一個人被冲到 國民黨黨黨團的委員會 民進黨的委員會 做好決議 狗屁 嗯 然後就密如密室 完了 堂下還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進了密室以後 一切都不一樣了 不一樣 所以是假的嘛 嗯 所以台灣民主是假的嘛 只要有政黨協商 就是假的 嗯 嗯 好承認這個假的 也會就是假的 所以我才知道 既然這個程序 所以我們希望 從政黨協商裡面 對我們有利 那個人就是王金平 嗯 好 大師 那我們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我要問您一個問題 就是王建軒說 他是小白兔 那這小白兔 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再來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